这机长广播真的有点卡卡 新宇航空董事长张国伟 日前被调侃英文念不顺 幽默自嘲自己就是死台湾英啊 不过其实早在六年前 他就曾经自爆 考大学英文只有20分 还被老师嗆嗆 想去留学门都没有 如果你想亲自听一遍 原来有这招 想要搭到K董亲自开的飞机呢 PayPal就是锁定两大关键 像是由A350直飞的航线呢 美国长城线机会最高 东京大阪还有新加坡 也有机会碰碰运气 不然就是首航 如果想当K董员工 也有Mega告诉你 面试的时候被问到 想进航空业初衷 绝对不能说的五个字 想环游世界 否则会立刻被刷掉 毕竟K董说 航空业每天都要面对各式挑战 梦想实现之前 要付出非常多努力 大概我们会开始启动 第二阶段的扩张计划 有在考虑在 需要实价的350或是77GX 而新宇最近 只考虑再买新飞机 也又推联名合作团体歌手 新加坡演唱会套装 鸡家酒行程 毕竟最快第四季 就会转上市挂牌 要再冲一波业绩 而同样也凭年底前转一般上市的虎航 也刚推完限时机票优惠 最新还获得 屡天下公告买进1000张 5号一度亮灯涨停 现在其实出去的 出国的 这样的人潮都非常的旺 所以其实在进入到第四季之前 可以先去考一步 分批买进的一个方式 那不急着在 目前这个阶段去做进场 各大航空看2025年 机票价格都是一涨难跌 加上AI推动货运需求望 航空业明年有望 持续高飞 东三彩精新闻台北报导